娱乐圈一直是高颜值好身材的序剧低 荧幕上的明星各个光鲜亮丽惹人羡慕 不过其实也有一些明星的腿比普通人还短 有哪些艺人曾因55分身材受人诟病呢 这里是夏天与紫香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观察一下那些55分的明星吧 所谓55分身材 其实只是人们用来粗略夸张地形容某人的身材比例较差 而并非情绪地指出她的上下半身比例为1比1 说到娱乐圈的55分身材 其实也只是这些明星在众多逆天比例的衬托下显得身材较差 比如胡冰青 在宽大的戏服遮掩下 观众本不知胡冰青真实的身材比例 可她却自己暴露了不足之处 今年6月7日 胡冰青顺装打扮出席时光升典 她身穿一袭黑色抹胸高开插曲亮相 可谓是相当破格 虽然后来工作室发布的清秀图十分亮眼 但网上曝光的现场生图却引起了众人质疑 头中的她 镜子开插过高 显得十分不雅 再看身材比例 即使已经穿上要稀有高的高跟鞋 她的上下半身仍然差距不大 再加上与模特身材的高位光一度同框 胡冰青的身材略适便一目了然了 沈月长了一张邻家妹妹的可爱脸 笑起来很治愈 充满日系少女感 单看颜值的话 沈月绝对是标准的清新美女 但镜头一转到身材的时候 就会显得落差很大 尤其是早期刚出道时 出了机场生图毫无女明星气质可言 参加活动时 也经常暴露腿粗以及腿短的毛病 就算是在电视剧和综艺里 一旦镜头给到她全身或是腿部特写 也一眼能看出她的身材比路人还要普通 一些电视剧的路透生图更是堪称黑历史 无论是蹲下来 还是和王和弟一起并肩行走 这些画面一度让观众大跌眼睛 不过沈月子出道以来 一直在做身材管理 如今已经逐渐改善了腿粗的问题 虽然身材比例不可逆 但她也越来越懂得用造型来扬成补短 与以前相比 整个人都精致了不少 周冬雨出道便是山家树之恋里 清晨无敌的某女郎 几年后又阴气与暗生爆火 何时论初期的衣品 最有一股得罪造型师的感觉 在论身材 周冬雨个矮溜心平胸 在几个灯红小花蛋里根本不算突出 而且刚出道时 由于周冬雨上半是米下半身手太多 所以小腿线条稍微不寻云 就会对比特别强烈 上镜后也就显得更加腿短腿粗 尤其是一张泳装生活照 把周冬雨完完全全拍成了五五分的身材 不过身材比地不佳 胭脂不够出条的周冬雨 还是成为了娱乐圈里的人气花蛋 如今更是有三斤以后的荣誉放身 她的造型也是已经织了起来 最近的红毯上 周冬雨总是会穿上露出腰性的礼服 既展现了自己细腰的优势 又通过这个细节拉上了视觉上的身材比例 说到身材的话题 阿娇总是榜上有名 自出道以来 她总是一边因无敌的颜值被受追捧 一边又被腿粗以及腿短的问题所拖累 再加上阿娇早年总是平时离乱戴衣服 燕姿也经常给观众带来极其强烈的视觉冲击 私下和阿萨一起合照 比起阿萨一身休闲装 带了绿色色线裤子再配上运动鞋令人迷惑 就算是正装出席活动 阿娇也会给自己搭上黑色紧身皮裤 或是黑色透明丝袜 总之就是完全暴露了自己的不足 不过近年来阿娇的衣品上升了不少 穿上长裙遮住下半身的她 身材比例的问题顿时消失了 观众的视线也都被她的美貌所吸引 邓子齐曾经和阿娇一样 酷爱穿皮裤 纵蓝早期的造型图 她的皮裤堪称五颜六色 红的蓝的粉的紫的灰的黑的 硬有金有 毫不夸张地说 邓子齐凭一己之力带动了整个皮裤业的发展 但那时的她也因为皮裤暴露了身材比例问题 虽然这些高腰的皮裤 第一眼看上去显得腰性很高 但只要细看就会明显看出 当不到上下半身的距离是相差无几的 好在如今的邓子齐已经变瘦了 穿搭也时尚了起来 简简单单的造型都能尽显甜美的气质 说起了言 大多人印象中的她都是魔鬼身材 可实际上 从她的泳装就可以明显看出来 她的腕线离当部的距离有点远 整体上便是腰长腿短的样子 真穿短裙在活动现场与杜萱 以及张天爱捅框的时候 也能看出她的比例明显不如另外两人 而腿短也是柳妍自己也承认过的 不过一旦穿上精心设计的长裙 柳妍的比例问题便会全部被掩盖 观众只会看到她的优点 无形曾经也是众所周知的粗腿担当 在快本十年 她一直被称为绿烨 在节目上留下了无数个身材比例堪忧的画面 她也因此一直被网友调侃 不过无形也一直在锻炼腿型 如今已经完全退去了肌肉腿的样子 那些舞台上的她终于不在佛系 呈现出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舞台 只是穿上短裤与其他姐妹同框时 还是能看到她与别人在身材比例上的差距 屈性一可谓是行走的变美模板 恢复神功的妆容可以瞬间让她从一般美女 变身为引起求美中博主疯狂模仿的经验港风美人 而她的穿搭也一直在线 因为腿系 所以私下穿上宽纳的卫衣 活脱脱就是一个纯裕风美人 走上红毯 她运用黑色四绒礼服经验众人 至于唯一一次翻车 便是那条绿色亮片云卫琴 如果光看上半身和静修图的话 屈性一的造型十分高级 氛围感也十足 可惜一旦镜头拉远 屈性一身高和比例的印象一览无余 她像是一个偷穿大人衣服的小孩子 再美再精致的妆容也失去了魅力 顺带一提 屈性一和武艺一起参加快板时 高雄要求武艺说出屈性一的三个优点 武艺耿直地说 屈性一的身高就是她喜欢的身高 此时屈性一的表情都笑了一众网友 杨子也一直被身材不佳的整一生伴随左右 露智欣心笑时 她还耿直地说自己身材比例不佳 腰长腿短 也正是因此 即使杨子有着实打实的167身高 但一色杨子生涂 总能看到一些显胖又显爱的照片 不过即使是身材比例不佳的她 也有着修长又挺直的筋筋线条 近年来的造型 杨子总是扎起完字头 穿上一字领的礼服长裙 尤其是微博之夜上的紫色纱裙 显得她又迷人又可爱 明明心里还有一位 弯弯没想到的五五分身材 那就是安州拉贝比 明明是模特出身的她 其实根本没有逆天的大肠腿 泳装造型时 上半身的长度与下半身 几乎是相差无喜 在平地运动鞋当道的跑男节目中 贝比也时常留下身材比例堪忧的照片 而观众平时看到的轻艳造型 其实是拖了造型师提高腰线 让肠臂短的功劳 不过贝比的腿虽然短但是非常稀 因此只要穿上高跟鞋 就能弥补这个问题 还有一点 那就是贝比的手臂十分细长 一个人如果胳膊长 就会拉长下半身 让下半身看起来比实际长 正是在颜值腿细 以及手臂长的蹭蹭作用下 贝比的造型总是能达到轻艳的效果 也很少有人能发觉 她的实际比例问题 说到手臂长能拉长比例 那么反之 手臂短也会大大影响整体比例 赵丽颖便是这样 身为娱乐圈里绝对的小蛮腰 无论走到哪 她的身材和颜值都不会输 但是看到赵丽颖和贝比的同框图 虽然两人的美貌全都令人惊艳 但是明明卑鄙的实际比例较差 却让这一身造型再加上修上的手臂 大大优化了她的整体 反而是手臂较短的赵丽颖显得烧心一筹 和哪叉站在一起 也明显看出手臂的差距 此外娱乐圈里公认的小短手便是霍丝燕 统一件蓝色大衣 穿在她身上与穿在屈小纹身上 有着极大的差异 和别的女明星同框就更加明显了 身高只比霍丝燕高一厘米的景田 将同一件蓝色礼服穿出了真正的气质 和非常优越的孙芬妃站在一起 霍丝燕也显得居景不自然 和早已淡出娱乐圈的精巧巧同态现场 两者手臂之间的差距更是让人难以置信 因此霍丝燕即使颜值优越 头也不算短 但穿衣服总归是少了点气质 比起女明星能用长裙 恨天高等设计也是比例不好的问题 男明星就显得困难很多了 比如十年如一日被调侃身高的黄晓明 撇开旧招不谈 即使是最近去游成功的她 也能让人明显感受到身材比例的问题 今年与姚安娜一同现身长沙录制中餐厅的时候 两人的同框图引起了网友热议 黄晓明与姚安娜正在同一台阶上 身高也差了一个台阶左右 但两人的腰线却几乎处在同一水平 就算只看黄晓明一人 她的五五分身材也十分明显 陆晓虽然有着逆天的颜值以及足够的成跳实力 但她的身高与身材比例却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拍摄提名暴击时 与比例局下的关晓彤同框 她一下子就失去了身高优势 反而在视觉上被关晓彤称托成了五五分 张艺兴依然 她的个子不算特别高 她也不是特别长 在那张关晓彤和陆晓的同框图里 也有张艺兴的影子 而一身白衣的她同样暴露了自己的身材比例 XO时期与队友同框的图也能看出差距 不过张艺兴的上半身非常性感及优越 这也是她能够作为CK内衣男模的原因 如果问哪位男性的比例不好最让人震惊 那一定是杨阳 观众对她的影响一直是气质如松的拼拼美少年 最先出演《你是我的荣耀》更是引起了一番赞叹 可实际上 回看当年薇薇一笑时期的路透 杨阳明明比正爽高了大半个头 但腰线却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 而她的腿性也一直受人高冰 不过话又说回来 杨阳精致的五官以及挺拔的气质 能够让人忽视这一切不足 郭杰明的比例无需追溯 无论是与剧情依同框的照片 还是参加活动时路透的生谱 随手一搜都能看到她明显的五分身材 不过谁也无法否认郭杰明的能力 她的小说与电影总是能够畅销 最后每个人都想要完美的身材 但是天生的比例无法改变 我们只要像明星一样 在穿搭的时候扬成避短就能精准避雷 而且说了身材 其实气质、实力和才华 更是一个人魅力的加分项 美貌容易消失 内在的东西却能永恒 下面讲本 你们还知道哪些身材堪忧的明星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将组里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 每个节目都知及起ig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